韩国各大银行部分住宅抵押贷款商品的利率已超过6% 最近国库债券利率上涨 住宅抵押贷款的利率也受到了影响 预计今后基准利率将继续上调 加之可能编排大规模追加预算 贷款利率也将进一步上涨 有利银行最先将住宅抵押贷款利率上调至6%以上 29日有利银行住宅抵押贷款固定利率和变动利率混合商品的利率 从年利4.1%上调至6.01% 有利银行最近三天期间将五年期国库债券利率反映到了该商品利率上 随着国库债券利率上涨 该商品利率也随之上升 其他银行类似商品的利率也接近6% 以利率为5%为利 贷款3亿韩元后 每月的利息为125万韩元 若将利率上调至6% 则每月利息均为150万韩元 最近各大银行上调利率是由于近期债券利率呈上涨势头 美国国债利率上涨 其他国家的债券利率也纷纷上调 受此影响 银行债券利率和贷款利率也纷纷上涨 预计今后利率将持续上涨 最近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表示 有可能将基准利率一次性上调0.5个百分点 预计韩元银行今年也将数次上调基准利率 词区偏 book 项羽 本顺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